如果說不是體育這條道路 我現在可能是一個農民 我出生在一個農村的家庭 我很喜歡那塊土地 父母都是種地的 然後從小就帶我去地裡幹活 從我董事開始起 我就喜歡種地 我喜歡的感覺 我覺得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灌溉勝利的過世 就像我們訓練一樣 練力量 練體能 一點點增長 然後又去上去練衰柔 打擊 可能會流汗 流血 這都值得 中國猛虎 李景亮 2007年的時候就打那英雄 第一場面比賽 這場比賽讓我給鐵哥很大的影響 我之前沒看過他比賽 但是我知道他是保力高的隊員 因為他沒練過巴西手術 沒練過D-Man 桑波傘 我覺得上去不一會就被人中間 不然是被人鎖了 那場比賽第一回合十分鐘 非常厲害 我們看到俄羅斯選手呢 這是先生多人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李景亮使用什麼有效的進攻手段 有個沙袋 這場上被人倒了十分鐘 搖搖晃晃 搖搖晃晃 人就不倒了 倒了就比賽就結束了 然後第二回合 我覺得少了兩個大嘴巴 我一下就清晰了 我們看到李景亮好像換了一個人一樣 那技術類型 一開始就出現了一些變化 是 然後第二次上來那個人沒勁了 盡量就開始追著打 最後這個隊友TKO了 放棄了 所以說那場比賽對我給的印象是非常深深的 這小孩的抑制品質我覺得非常強 我覺得這孩子練練肯定能出來 所以說就08年我自己成立俱樂部的時候就 保留已經是三黨保留 不在新疆隊當教練了 已經來北京發展了 我說保哥你那幾個隊員都幹嘛呢 他說有可能不練了吧 回家了 我說我現在自己成立俱樂部 能不能把他們叫回來 他說行啊 一打電話 李景亮跟白雲德那堂 兩個人從新疆出貨車回來 教練叫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人家說來到北京 那還好啊 那我們就去北京訓練 就這麼簡單 因為這項運動 這項MMA 我才把李景亮從新疆 交到北京 所以說這項運動也是我們的一個共同的目標 尤其是我們要打造出一個UFC冠軍也是我們一個共同的目標 所以說一個是人民一個是這項運動把我們緊緊地綁在一起 如果說沒有鐵哥沒有拳得下 中國很多這種運動員都不會有 張鐵拳就是中國UFC第一人 從鐵哥打UFC我才是慢慢意識到 然後我應該在這個行業裡做出一點成績 很高興啊中國第一個打UFC這個人 然後我們一起訓練 然後為夢想 那時候我覺得這個MMSS真正的融入了我的血液裡 我是第三個前院UFC的中國人 有這麼多棒球員從全世界上進入了UFC 第一場比賽反正是我受過最大的掃法 就是這個雷公開了 然後縫了九陣 那時候我覺得 哇塞 這裡面的人太厲害了 我覺得自己還很渺小 很慘 需要更多的去努力 想他們學習的地方 從鐵哥退出UFC之後 就我一個人在打UFC 大家都說 你扛著中國的這個大旗 給你的壓力也挺大的 我覺得做還是時刻保持自己 做好自己就好了 所以說那麼多人去支持 你更要去努力 机会都是给你准备好的人 你准备好了机会就来了 成功的道路上都会有可可盘盘 你越努力 你收获的成果就会越多 不论队数是谁 只要你俩在一个平台上 只要你俩关在笼子里 他说的事 谁说的东西 这下来的道路 我坚持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直到退役的那天 体育就是青春 我说十几年二十年的建筑 就剩这几年 所谓的十年末一间 我也希望能通过我的经历 我的经验 有更多的运动员 去实现他们自己的冥想 对能给中国国籍天才 做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 从武到张伟丽拿UFC金奥袋 甚至我们整个亚洲第一条金奥袋 这都是我们中国MV发展史上 一个重大突破 我相信很快会有更好 更高的名次选业会出现 包括李锦良在那样 我觉得在中国 首先我们人口很多 喜欢这个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未来UFC可能有很多的运行人员 时代在变我们也在变 我相信这项运动会越来越普及 我相信这项运动在中国 肯定会有一些具体 我相信这项运动会越来越多的运行人员 我相信这项运动会越多的运行人员 至赛 どう 与 ARD 不 有